狂风加上豪雨后的积水 道路仿佛都不见了 男子把小朋友放在汽艇上 再用手拉着前进 以免发生危险 澳洲维多利亚省 以及大城墨尔本 十日天后恶劣 风速高达119公里 还下起超过20公分的豪雨 至少传出有20万户停电 在山谷城镇特拉拉尔根 由于河水暴涨 威胁更加严重 有200多户人家紧急撤离 吉南单位接到5000通的 求救电话 其中大多是跟树木倒塌 压到房屋 甚至造成民众受困有关 也传出有夫人因头部受创 而送医急救 当地警销人员忙着深入社区 协助受困者 以免发生危险 为处南半球的澳洲和北半球季节相反 目前正是冬季 在新南威尔斯州一处山城奥兰芝 高球场还出现 被厚厚白雪覆盖的景象 所幸目前虽然天后欠佳 但并未传出严重灾情 东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女性异天 死root 女性异天